三個中產黨 當然今天會講另一個題目 很熱的題目就是中美經貿磋商白皮書 有關白皮書的內容 大家可能都或少聽過 先講自己的看法 我看的看法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是前半部分的部分 因為白皮書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回顧過去 和提出貿易的基礎論述 後半部分是講中方對貿易戰 或者貿易磋商的立場 我關注前半部分 其實是兩年前特朗普當選 宣布準備發動貿易戰時 很多時事評論員和主流傳媒都有講過 當中有不少人聲稱自己對貿易 或者經濟有相當認識的人 前半部分說 其實這是中國白皮書說 中美貿易其實是互利的 首先第一件事不能說 這個貿易赤字是代表 中國就著數了 美國就吃虧了 因為大家的發展程度不同 經濟基礎不同 所以就會有這個分別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貿易沒有說 誰絕對著數誰吃虧了 因為大家都是互利的 美國好像會有一個赤字 但實際上你的經濟是越來越強的 然後你搞這些貿易戰 最後其實就是令到大家都受到損失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損人亦都不理會 這件事我想說 是兩年前一個主流的內容 很多所謂精英分子 就去批判特朗普的時候 就說你搞貿易戰 你是搞到大家一和熟 但兩年後不是 我就聽到很多人已經不知不覺轉體 對的了 就是中國這些 就是習近平這些人這麼無賴 中共經常拿著WTO來拿著數 現在就是要找特朗普的人去靜置他 所以這些中共的白皮書 其實是狡辯來的 我們一樣很感嘆 另外一半就說 對美國的影響不是那麼大 這樣才能夠支持到 基本要搞他 否則我很大成本 那就真是藍爪了 是的 他以前不是這樣說 大家都有損失的 我們也要承受代價 原來現在不是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這麼大的損失 其實這個中共這麼無賴 我們就是要用這些方法 去令它跟規則去做 我心想為何兩年之間 這些所謂社會精英主流傳媒 轉體轉得這麼快 這是我看的 其實香港社會精英主流傳媒 就是全部看鬼佬 我叫做主流傳媒 是 那時候那個鬼佬 其實香港做KOL很容易 簡單的就是有三個字 就是詩文 你詩文 然後你就看完那些東西 然後消化之後再說出來 然後要不就是詩英文 別人說完你再執口詩英文就可以了 但是詩文有沒有好少少 因為快點 是不是可以裁演 看David Webb的東西 那你就馬上聰明做到 是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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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抄些東西 然後 不行 你不可以說時事 你寫哪些學術文章 那些教授 通常教授寫哪些文章 研究了很久 通常就是 那些學術文章 聽完你講話 當你聽完我講話後 還會講哪一個大師講了一件事 然後講了一篇理論 然後就講了一篇文章 就不用寫了 然後就有大師講完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 你就信了 你都說的 通常有個鬼佬講完那件事 就是 他講完一件事 所以就 就要信了 就要是一篇文章來的 所以這篇文章 你就講了一個鬼佬講的理論 所以基本上香港做KOL 是很容易 寫文就可以了 所以 我也是講一句不用懂英文 你懂得一個懂英文的KOL 就可以了 就跟著他講 你重複講完 香港人不會覺得 然後那些人講 晚上那些人 其實就是看了外電 看了什麼 然後就說出來 其實大家不是講分析 是 但你講回白皮書 白皮書我覺得是 兩點是值得講一下 第一點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他 什麼不是新的呢 大部份 剛才你說的前言 分析 就是很基本的經濟分析 他裏面有一個是新的觀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之前 特朗普 無端端在Twitter上說 要加關稅 因為什麼 他那時候就說 大陸 他說聊聊一下 不認數 他說原本都是可以放進去的 有一個文本的 於是大陸人不對 大陸人說過不算做出議反議 這樣 主流的輿論都是這樣的 這個白皮書裡面其中一件想做的事情 就是他有幾大的篇幅是說 其實是美國 是你做的 是的 我們一直都堅持我們做的事情 是你出議反議 不知兩三次 他說的例子 都是美國人 責任 今天搞成這樣 是美國人的責任 不是我們共產黨的責任 OK 這是第一點 相對是比較新的 其他那些說 什麼雙贏 我都願意談 但我們有了原則 這些都一直有人說過 因為他自己這樣說 論述都是這樣的 這是第一點 看看大家有什麼提法 第二點我覺得 都是值得說的 究竟他這個白皮書 是寫給什麼人看的呢 究竟他是寫給 他又翻譯了不同語言 是給外國人看 還是給自己國內的人看 如果給國內人看的話 究竟是給平民大眾看 還是黨內裏面的人 黨內裏面的人 都有以我認識 都有些比較強硬一些 就是鷹派這樣 不行 我就是要站硬 必要時我們吃草 就不同 不會這樣原則 不可以道歉 另外也有一班人 是相對是近些商界 想說不要搞到那麼僵 有些什麼事情談到他 就是相對是 願意是 希望達成協議的 如果是跟黨內的人談的話 或者是 你當是一材定音的話 我們其實已經是有這個共識了 誰再軟弱的話 就是二五仔 究竟你們覺得是跟市民打針 說我們要共渡時間了 我們將來可能真的要吃草了 還是黨裏面的權力 告訴你現在是定性了 就是這樣 我覺得政治基本原則 就是 所有政治都是黨內政治 就是說 所有政治都可以做 如果不是你就玩完了 就是說 尤其是中國的狀態就是更加 你搞定國外是沒有用的 因為搞定國外 你會被人推翻 你搞定人民也沒有用的 所以所有中國政治都是黨內政治 也是共產黨政治 你搞定了共產黨 就算全世界一齊 杯葛你封鎖你 你也是無所謂的 對不對 但是你搞不掉共產黨 全世界是很愛你 結果那個就是戈爾巴喬夫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所有政治 和黨內政治 這些基本原則 問題就是 你中共從來都是一個獨裁政權 他說什麼其實是沒有需要向國民交代 因為任何的字眼都會選擇 你看看中共這麼多的歷史 每一個聲明或者每一件事 一它可以隨時修改 二它也可以隨時不認數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講給一些 我們講中國的人民聽 就算它講得明白 現在經濟很好 最後經濟PK 那些中國人民不一樣是要接手 所以它不像人們這樣 對啊 所以這個是 至少他入了美國老數 你不要賴我 他也說給黨內人 他也說給黨內人 現在大家的黨內人 你們的黨員 大家賺不到錢 賺不到錢 不關我的事 他不是告訴國民 難怪美國人 另外你說 跟這個國外講 也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埋袋傾訴的 就是兩個領導 所有人你都不會影響 難道我是歐洲的國家 我看完這個事情 我深受感動 我決定支持在中國 亦都不會有這些事情 更加不可以說 那些什麼外國的國民 那七個語言的國民 會不會因為看完 要支持中國 然後會令到貿易者有影響 你完全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我可以說 只是一種姿勢 就是告訴一些 他覺得需要知道 主要是國內 周遜的角度來講 就是國內的黨員知道 其他東西是沒有用的 因為無論是貿易的談判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有很多人 將這個白皮書看得這麼重要 一 就是因為無論是特朗普和習近平 我們經歷了兩年 我們之前都跟周遜 一直討論一樣 為什麼那個股市 一直都跌不下去 就是沒有人猜到 究竟每一個人說的東西 是真還是假 特朗普說要打貿易戰 打兩年都未正式落實打 都是打過開頭 那你習近平說我要站硬 究竟這個東西是真還是假 我也覺得經過兩年 沒有人會相信 這個聲明是有一個決定性的影響 經過這兩年就得到一個經驗 就是一口沙頭一口屎 一口屎之後 必定有一口沙頭 一口屎之後 一口沙頭一口屎 反而又有一個圖案 因為他這麼想拉著放著 拉著放著 所以你說他的意義 我從來都覺得不大 就算你說是跟誰說 影響力也不會是有一個 所謂很Dominent的Infinance 因為所有的消息都是假的 就是一口三口 雖然是太多 所以我就不說 我只是說一個純粹 更高的層次利益問題 在這個時間是一個關鍵時刻 為什麼呢 因為特朗普是連任 特朗普最需要的 現在就是連任 所以如果中國要出招 就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出 這個是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現在講一些基本 基本最基本的可能性 第二就是 人們經常覺得 特朗普也是這樣說 就是中國就是 這個時間想他低頭 因為想他不跟特朗普談 扯特朗普下台 我也純從現實來說 如果我是中國 我不會想他下台 我想跟他談好 我同意 因為如果他下台的話 又要找他由頭談過 那就一定要推翻 一定要再談兩年 即是不會那個人馬上談好 那個人就推翻了特朗普的人 一定再留同 但他推翻了 可能連所有的關稅 或者制裁都會離開 要從頭談過 一定不會他 一定不會那麼順滩 所以如果他換另一個人 就夠麻煩 而第三個呢 第三個就不太肯定 頭兩個我挺肯定的 第三個就不太肯定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很多人都很聰明 都很留意 都是看英文的人 但是他就學習了 麥卡丸的事情 他就說 他說如果他是特朗普 他會在連任之前 快快簽署先 即是在今年之後簽署 明年你會有效 會做到連任 而下一次呢 因為他下一次就不打 你打貿易戰 就直接打一陣子前 即是下一次才拿你命 即是他導致打你打去 打來打去 都是刮你 斬你兩刀 你不會很傷 下一次就是 即是說 他可以 其實直接 他就是搞你南海 搞你台灣 那些才拿你命 再重新武裝日本 他就認為下一次會打政治戰 即第二他連任之後 即是貿易戰是開始的 而且還沒有很快談談 那我就不知道 我覺得他講得很有意識 我只是講 我不肯定他覺得 你那時候不是這麼說 你說明年年尾才算 現在還有這麼多時間 怎麼會這麼快談談 OK 那我就修正 因為他他說 不是 他說你現在談好了之後 那你突然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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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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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事 就是一年半載 就是 你享受到成果 其實就是最怕 一享受成果就立刻倒閉 這個問題就是 那個時候 所以我看 就是剛年 如果用一年去計算,要彈上來 要不要碰,要彈上去,要彈上去 今年年底談好了,應該差不多 要慢慢回復 一個焦點就是,G20六月底見的時候會不會簽得到呢? 我覺得,因為貿易戰看來是拿不到中國的命 很多人都說中國玩言論 那些人是錯的,但是他們真的想拿中國的命 但是不會是這個任期拿中國的命 應該會繼續有些重招 你不如在台灣搞,不如在台灣搞 因為到最後,你都是政治問題 在台灣,在日本搞,在菲律賓搞,在越南搞,印度搞 會比跟你在這裡打貿易戰 因為我為了令這個節目的環節可觀性高一點 怎樣都要加一些觀眾關心 觀眾其實不太關心,你的白皮書有什麼政治含意 觀眾最關心的是,其實很多現在的中產 例如我這樣有100萬股票 樓市股市怎樣 樓市,我不擔心 樓市是從… 樓市現在看過世上跌一成 一成,麻煩你收檔 根本就是歐痕 即是你不跌到三成,我都不會留意這個數 但重點就是,我應該有100萬現金 100萬股票 我都在想,你說市市一直會跌下去 那我不是應該沽了一些股票 甚至我應該買一些紅證 或者我有100萬現金 我應該拿來做些什麼呢 周顯大師在這裡告訴我 如果解釋有一個中產是這樣的情況 第一就是,如果你作為Gambera 你很熟,你可以沽空,你可以紅證 但如果作為一個普通的小市民來講 你就只能去做Buy 因為其實沽空是非常危險的事 那你買的話 其實就是你跌的時候去買 問題是買些,問題是買些什麼 我又覺得你跌得夠深 但問題就是,我只能說你一定在Buy 那Buy就是便宜的時候 那現在我的股票應該賣 便宜的時候買不上股票 最好就是不要賣 最好就是,你維持所有東西不動的話 你是會比較著數 這個世界上如果一個人 你是完全不懂股票的 或者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每逢股災時買股票 這個就是其他人買 但現在因為你覺得股災未發生 所以再等下去 股災通常你應該要跌五成 或者以上你才有Buy 如果那個調整就跌 我們說數學上黃金分割 你也要跌三十多個巴仙 起碼也要跌到二萬 剛才叫做有這個衝擊性股災 現在叫做調整 如果最多的時候 有十多次跌七成 跌七成 那你現在是分身買 那你應該是一個正常的回落 是由跌三十多到七十多 跌到七十之間 其實是有數據分析的 它說應該是 它的波幅是由 跌50%正常到升100%之間 假設兩萬是正常的話 你就會是四萬至一萬是正常的 就是波幅大概會是七十多 那你現在的股市跌了兩成 最好什麼都不要動 那等下個月 我再做關於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我再問回周遠大師 到時看看是怎麼買 我認為總而言之 你應該是一個死數 就是因為市場最高是三萬三 那你應該是跌了三十多個巴仙 市場你才買 是 即是二萬二、二萬三 才開始臨入這個市場 你才開始買 而之後跌到七十多個巴仙 你就可以當底庫去買 是 好 現在就到這裡